今天第一次冰上降落 这里就是Ice Run 我现在是在一个大湖上面 对于新英格兰的航空爱好者来说 冬季越长越冷越好 只要阿尔敦湾的水域保持冰冻状态 飞行员就可以使用美国唯一经过联邦航空局认证的冰上跑道 据说在平时天气好的日子里 阿尔敦湾的湖面上大约有50架水上飞机 一旦湖面冻结 传统飞机就会成群结队的飞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这样 在特别繁忙的日子里 冰跑道上会有一百多架飞机起降 附近有温馨的小咖啡馆和商店 但降落在冰跑道上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通常冰是要避免的东西 飞机场会花很大的力气去清除它 那为什么美国联邦航空局要认证一个冰上跑道呢 事实证明 结冰的跑道能提供惊人的经历力 如果你以适当的空速降落 飞机只需要轻踩刹车就会停下来 就像所有属于联邦航空局管辖范围内的东西一样 这条跑道必须符合基本安全标准 使其有别于任何随机的冰带 而且必须接受密切和定期的审查 每年冬季来临 机场精语都会用转头在不同地点进行检查 一旦整个冰层达到12银去后 它就会开着卡车到冰面上 用锥线和旗帜标记跑道 现在救援队来了 我们去看看 更多的救援队来了 更多的救援队来了 是 来了一个卡车救援队 我现在站在雪地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火 我们的飞机终于被解救出来了 一个一辆皮卡车帮助我们拉回去了 拉回到了艾斯跑道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